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次的萬迷早日節目 首先跟大家說一句不好意思 因為昨晚原本九點半打算直播一齊看 Soul Searcher的記者招待會 但昨天我晚飯時吃了一些東西比較有熱氣 突然間有些小喉嚨痛,不太舒服 所以要取消直播 我看到有朋友已經在等,說聲不好意思 幸好昨晚睡了一晚後,今天又沒什麼事 幸好 這次要說說雲迪碧 雲迪碧克,我之前也說過 他內心等候,終於等到一個正選上陣機會 也變得相當不錯 令Soul Searcher有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不過聽完他的訪問之後 加上一些萬迷的留言,我有一些新的想法 首先聽了雲迪碧克的訪問 他就說他進攻的隊友都相當出色 他就說,尤其是我發覺自己拿了球的時候 有很多選擇去交給其他很厲害的球員 尤其是當你交了球給他們的時候 你就知道有些好事會發生 他也說,我之前一直都踢6號位多 但是有位新教練來了之後 在亞積斯的說話 就放了我去10號位 然後我就一直在那裡繼續踢下去 所以其實在亞積斯的年代 我兩個位都有踢的 對於我來說,兩個位我都很喜歡 沒什麼所謂的 這就是雲迪碧克剛才訪問自己說的 我當他是真心 即是踢防中他也不錯 但是我又提醒了一件事 蘇斯一查 叫雲迪碧克轉會過來的時候 我記得雲迪碧克說 蘇斯一查給過電話跟他聊過 蘇斯一查當時說 希望他踢得越近龍門就越好 因為知道他在近龍門的射門 即是入球方面 或者助攻方面都做得相當出色 我不知道雲迪碧克是否記得 還是故意沒有說 還是忘記了 但其實這件事蘇斯一查的確有說過 即是說,其實蘇斯一查 長遠來說有機會讓他踢前一點 但問題就來了 好像我上一次 說雲迪碧克的影片說 已經有奔奴在這裏 即是10號或8號 總之是攻中的位 雲迪碧克重疊 暫時我們又沒有一個好的防中 去保護中堅 中堅又不行 所以又要踢2個防中 不可能踢2個攻中 那怎麼辦呢 有一位朋友 他有一個好的提議 其實我覺得挺正的 其實有沒有可能 將雲迪碧克放在9號 或者做一個假狗 功用就類似費明盧的工作 在利物浦 說真的這件事 就勾起我自己的回憶 因為我挺記得 搬奴來的時候 我都曾經想過 或者提議過 不如把搬奴打9號 或者直接 跟這位萬迷說的一樣 打一個假狗 就像費明盧這樣 不停地供應 自己當然有機會射門就射了 不然就供應到兩邊的 一邊褲一邊馬 或者隔年活達 又可以 給他們攻門 還有最重要的是 放了搬奴在那裡的話 搬奴在那裡可以幫忙做到組織 這件事非常之重要 即是我們現在 經常地放馬斯爺下去 很多時候 撐球 或者比球 或者做組織 這件事就不太理想 反而如果放了那時候 放了搬奴下去 他可以聯繫到另外兩邊的邊峰 可能做到更多 因為我 大家記得 在國際賽日的時候 我做了一集節目 就是說 我們的三叉擊 表面上看好像很厲害 即是說去年那個三叉擊 福馬鵑活 表面上看好像很厲害 進了很多球 但全部都是個人的球 只要沒有傳送的話 他們三個自己 搞不到什麼出樣子 而這個就是利物浦 三叉擊的厲害 利物浦三叉擊 他們三個可以搞到 入球出來 就未必一定要這麼多公認 你把球給他們就可以了 這樣 所以呢 那時候就說 如果搬奴打上去 就普巴在後面做傳送 因為搬奴上去 就沒有人傳送 那時候想著 普巴就做到 這樣 當然啦 現在普巴可能 踢的機會就越來越少 for some reason 是不是 那變了 反過來想想又可以 因為搬奴法蘭迪斯 已經配置了 他這個攻中的位置 那如果雲迪迫 是可以踢前一點 再加上 雲迪迫 可能比巴奴更加適合 踢這個位置的原因 就是說 他比較喜歡 尤其是 亞迪斯的訓練 他的舞球走位 以及找這個 pocket 位 是非常之出色的 他在一些 找到一些空間 而適當的時候 走到空間去接應 這件事 雲迪迫 是相當相當 撒加的 再加上 他在亞迪斯島 其實進入很多球 說真的 所以 其實我挺同意 這位萬迷的提議 就是說 雲迪迫 就踢回 一個假九號 位 就用兩個快馬 在旁邊 幫他手 我們有四個選擇 有Daniel James 有福馬 也有 嘉年活特 所以其實都挺充足 當然 卡雲尼 另一個選擇 我現在說 卡雲尼踢九號 我們都提及過 就不能夠踢足整季 始終 雖然他現在很健身 但是 就33歲 沒有可能長長期期待 他踢正前鋒 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也沒什麼可能 正正 雲迪迫克 就可以在這個方向 做到事 再踢前些 也符合了 蘇茲一查 其實覺得雲迪迫 越近龍門 就越有威脅 越有用 其實也對 當然 如果卡雲尼踢九號 的時候 我們防中不夠人 雲迪迫就能夠等腳 相對來說 他就變得多了機會出 又不需要跟班奴爭位 因為老實說 如果你說 他跟班奴作穩 我自己就不是十分 完全認同 因為班奴的 進攻中場 那個踢法 跟雲迪迫克的 進攻中場 那個踢法 其實都很不一樣 所以就算 班奴說不要踢不踢 是不是雲迪迫 代他 這個也有針著的餘地 在現在來說 我們還有馬達 可能會比較上 遲一點 不過可能 始終年紀大了 那個能力上 未必有班奴那麼高 但反而我覺得 雲迪迫克 在萬聯長遠 來算 其實他專注這個 架狗 可能這個位置 可能更好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他頂籠 就踢兩年 很大機會 踢一年 他就離開了 因為 除非他真的 保持得很好 即其實 他雖然真的保持得很好 我覺得有一件事 他上一年 在PSG 踢得少 變了有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真真正正能夠 令他復原 所以這段時間 他會比較容易踢得好 或者比較容易 告訴我們 他的狀態 他的功力 技術 沒有人會懷疑 而最大的問題 就是擔心 他不夠狀態 或者容易傷 這段時間 我覺得一定沒有問題 但是長遠 整個球隊 這麼漫長 如果叫他踢得多 我們又會去回 記不記得 馬迪有一段時間 就是這樣 馬迪有一段時間 踢得比較好 蘇斯一賊差不多長長 用他 結果 用到他殘了之後 反應又遲鈍 又慢 記不記得 所以 如果我們可以 有其他球員去做 真的不要再陷入這個狀態 一些年紀大的球員 他踢得好的時候 就死用他 結果用到他殘了 這個絕對要戒 說真的 我們都不是試過第一次 所以 正因為這樣 雲迪碧卡絕對 我覺得是 踢這個狗狗的位置 絕對有了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真的覺得 這位漫迷很厲害 一言驚醒 夢中人 我之前想著 Buno做的事情 其實現在雲迪碧做 是更加理想的 這節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拜拜